开工胜利 拼动土拼有感 柯文哲敢在现任前全力拼正机 其中最大一桩不外乎 就是这个摆了五年 最后神奇复活的台北出奇蛋 在8月8号父亲节正式复工后 北市议员也动起来对柯文哲提告 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么大的转变 可是问题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质疑 至今从未改变 议员开轰尤其建筑规范没变 为何五年前不准 五年后就准许掀盖再说 像是观众席楼地板面 必须打路面下7公尺内 跟97条安全梯规定 大巨蛋都没符合 怎么如今却能复工 甚至走先发建造再改善 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再加码点出 赶在2021地竞工后衍生的问题 远雄会不会在落成之后 就对市府马上提出仲裁或者是求偿 如果说市府没有把这件事给处理好 我一定会对柯文哲提出 不管是监察或是司法的追索 那不是讲要告就去告 依据要告就告 柯文哲为了大巨蛋 豁出去杠上北市议员 就连前北市都发局长林朱明 强调大巨蛋复工是开创全台恶力 柯文哲曾说他负责 是不负责任的情绪语言 若自己还在任 绝对不会合选 至少表示我们还有勇气去处理问题 批评人都很简单 那你要讲说如果你不要这样做 那你要提出一个对策方案 不见五年前的强硬态度 拆除总统路上的大烂蛋 柯文哲想要登大位 不管是法规还是被提告 什么困难只能克服 记者黄明君 成为为SA小组台北采访报道